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就要去广城读研究生了 只要到了那里 害怕见不到他 真有你的 谢谢你 美浩 不仅治好了阿明的病 还让他重新找回了开心的笑容 你在傻叫什么 怪恶心的 我粗略地算了一下 在港城的这一个月 我赚了好大一笔呢 是吗 李豪给你的代言费也结清了 代言费 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 喂 李豪吗 我怎么会看上这么个男人 放弃了港城的地位和财富 继续回到石坑尊当医生 你倒是挺放得下 怎么 你希望我留在那里吗 我无所谓啊 只要待在你身边就行 在哪都一样 我突然想起一件挺重要的事情 什么 我忘记给若兰他们买礼物了 没买就没买呗 这有什么大不了 这你就外行了 礼尚往来可是我们的传统美德 自古就有千里送鹅毛的典故 秦天天 我不想听你啰嗦 你还是在路边找个超市随便买点吧 行 那边正好有一个 今天我们新店开业 必须服务好顾客 必须要拿出百分之二百的干劲 懂了吗 懂了 哦 范总为伍 林浩 你不是在港城犯人被抓了吗 怎么在这儿 已经调查清楚了 我是被冤枉的 这家伙肯定是被李家开除才灰溜溜的跑回来 我就说啊 港城不是你这种人能去的 还是老老实实当你的村医吧 嘿嘿 看看 这是我新开的超市 来买东西给你打九九折啊 九九折 跟没打折有什么区别啊 那是 全球限量的超级跑车 需要这么惊讶吗 你个土包子 懂个屁 这车一共只生产了二百辆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真家伙呢 快快 让我拍照发个朋友圈 你两千万的豪车可得好好地炫耀一下 想不到你还挺博学的 废话 我可是懂王 对车老友研究了 喂 你还有空闲聊 啊 这么快就买完了 少废话 累死老娘了 还不快开车门 是是是 这是你的车 抱歉了 范哥 我赶时间回家 咱们下次再聊 再见啦 难道 这小子不是被踢回来的 一个月没回来 松口的路都修好了 前面那块碑上好像有什么字 这应该是村里人感谢你们捐款修路 特意立的 怎么越看越像墓碑呀 到了 下车吧 来了 若兰姐 你可让我好等啊 嗯 你找谁 你就是之前若兰提到过 养金钱龟的小表妹严肃吧 看起来也不小啊 传闻陈大师是内境巅峰的高手 是当时最年轻的华境高手 少年宗师啊 新煞古编 什么东西 鞋招 抱歉 对不住了 那家伙好像只有元英雄 半个月连破三级 开挂了吧 开挂 我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 我靠的是 抱大腿 嘿嘿嘿 小子 你要是不给钱 老子就把你扔回海里喂鲨鱼 好 陈医生 你快想想办法 会治病 开什么玩笑 我去 福哥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 双双变这么牛的 看我仗见都市 成就 最强神王 你们竟敢加害无欺 最不容忠 就连斗雀公的孤雾巅峰高手 也做不到这种程度 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令我满意的解释 那就只能 灭足了 大祭司 他真的是预言之子吗 是说这个东西吗 跟本王手上的是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本王召唤出来的 是一个废材人族啊 我老婆是魔王大人 每周五日上午十点更新 不要错过哟 先门弟子来到都市 竟成豪门气哨 我本低调 逼我嚣张 既然如此 我便猖狂 最强气哨 火热开波 一样的热血 不一样的崛起之路 邪鬼 正面刚 解锁末世的九十九个女主 世人都说玄家玄虹五公家 是 你是说玄姬和那个叫殷姬的女子 纠结了 何时才能为您告证吧 流浪孤儿竟能守到病除 要想当神医 可不能只懂医术 妙手神医 北周二 周四 周六 更新一集 火爆上线 等你来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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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